好 云立新卫生局发现呢 辣椒粉里面竟然出现了工业用的苏丹红 现在是要求全面下架 戴上手套从塑胶袋中捞出一把一把红色粉末 卫生局人员小心翼翼将袋子封好拿回检验 因为这项原料制作的辣椒粉 被检举含有禁用的工业用苏丹红 有问题源制成的调味料90这罐 标榜一瓶在手十分方便的家用四合一调味料组 医院份有民众向云林县卫生局检举 使用违法添加物 云林县卫生局采样送往卫福部合格认证实验室检验 发现里头的红辣椒细粉的确含有食品禁用的工业用苏丹红 不仅如此还有农药残留 制成当中使用有苏丹色素3号 这个色素的原料因为它是第三类的致癌物 所以已经被列为不可使用的这个添加物 卫生局干净把工厂内的原料还没有出货的产品通通风调 紧直流通 已经流入市面的成品超过16000罐 云林县卫生局立马要求全面下架回收 辣椒粉含禁用食品厂负责人也亦违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 移送法办 记得立马上来方忠臣云林报道